这次大选民进党达成完全执政 选后绿营市长更提出 要把立法院总统府南签的计划 希望借此能平衡南北的发展 继高雄市长陈菊争取中央部会南签 台中市长与台南市长也相继 向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来喊话 林家龙争取立法院签到台中 赖清德则建议 总统府签到台南 民进党办人王敏生就表示 会听取各方的意见来审慎评估